衛泉龍 二元霸 瞎待開幕戰拿下首勝氣勢 31號終職例行賽來到第二場 同樣在大巨蛋由衛泉龍 擔任主場對上中信兄弟 經典的龍象大戰 讓現場球迷都超興奮 畢竟這兩隊每次對戰 都會插出不小的火花 對 所以當然是很期待 我們這麼熱門的組合 而且終於可以在大巨蛋相逢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期待 開幕戰進場人數 高達兩萬八千多人 寫下終職時尚單場人數新高 到了第二天 預售票就賣出近兩萬張 再加上龍象經典對決加持 票房再次開紅盤 很雀躍 因為昨天我們進場 就是史上最多 今天又對兄弟 就是比較熱情的球隊 因為人數應該會在破新高 比賽看點還有 衛泉龍投手龍王王維中 去年球季膝蓋腹傷轉為後援 今年調整狀態重回先發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蠻耐頭的一個投手 那所以就想說今年讓他回來 他比較算是習慣的位置 除了先發投手為調 衛泉龍今年還找來前 樂天桃園球員郭閻文 和陳宇勳 而首戰就對上前東嘉 總教練也大讚 兩人表現 兩位表現得都很不錯 就是對我們這邊算是 對衛泉龍算是滿有貢獻的 像不管是郭閻文的打擊 然後陳宇勳上去解決林立 光是這兩個點 我認為說都是表現得非常棒 衛泉龍首戰告捷 總教練也喊話 今年目標依然是總冠軍 再加上大巨彈帶動球迷進場的 推波助瀾效應 有望再創中華職棒 人氣巔峰 今生粗暴會張興智參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出口的圈 衛泉龍 全球迷進 完成 展示 展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